通常在每年初的时候,我都会接到很多投资港座的邀请,包括证券公司、银行、保险公司、海外楼盘销售等,我在台上讲新一年的投资预测,然后员工就在台下sell客,到目前为止,我已经收到7-8个关于2019年投资港座的邀请。 平均每场酬金由1万元至3-4万不等,有些还可以分佣金,例如帮他们卖出一个海外楼盘,他们就会分3-5个巴仙级我,不过我想在此公开对这些机构,说一声不好意思十分感谢你们的邀请,但我全部都推掉了,港座一个都没有接,麻烦请你们也不要再找我了,原因很简单,就是其实我很讨厌做投资港座。 作为一个专业投资者,我是一个落场踢球的人,而踢球的人通常都不会喜欢港球,因为踢球赚到的报酬,比港球要多100倍,有时间不如踢多几场。 对吗,如果有一个投资专家,不停说自己从市场赚到盘满撥满,但却要依靠sell课程或港座维持生计,就真让人怀疑他到底实力有多少。 其实在十多年前,我也做过不少投资港座,当时自己的投资规模没有现在丰厚,技术及成绩也没有现在的好。 所以利用港座赚点外快,也有替保险公司拍摄培训视频,好让员工自己收看,投资课程也做过好几个,收入算是很不错的。 讲几堂就可以每个学生收取数千至万元。 一班数十至一百人,每个课程就赚几十万元。认真和美,但后来做得遇多投资港座,心里就遇觉得讨厌。 每次站在台上的时候,都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妙街神婆,观众就像参拜的善讯。 最想就是拿贴士,根本不想学习投资知识,只希望问你拿个LUMBER然后赚大钱,或是想你准确告诉他行只会升多少跌多少点。 世界上怎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,我觉得没有意思。 厌护感觉愈来愈强烈,于是港座就愈做愈少,宁可花时间专心做好投资,尽量不接这些港座。 投资课程就更加完全不做了,我们在投资要做得成功。 其实重点不应放在预测之上,而是机会率与注码的分配。 机会大就增加投资注码,机会较小就暂时减磅,再加上顺势移行。 以及输前时的停赛机制,投资成绩就会大有进步。 我在过去已经说过无数次,我预测的准确度只有六成。 即是在十次的交易中,平均约有四次失败。 但只要纪律化地保持这个6比4比例,平均每十次交易得到两注回报。 100次交易得到20注回报。 1000次交易得到200注的回报。 整体成绩就会非常良好。 最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每个星期,我都会在Facebook收到数十个留言。 主要都是哪些行只会升到XXX点吗? 现在可否入货买YYY? 我买了XXX应该在什么价位沽出等? 这种感觉更加神婆。 希望你们不要再问。 我也永远不会回答。 其实电台有很多专家。 你们可以打电话上去问的。 请不要找我。 拜托,我希望各位明白一个道理。 就是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一个人。 每次预测都会百发百中,然后还会免费告诉你。 如果有的话,肯定是骗你的。 知道吗? 谢谢大家。 感谢观看